美国学者葛莱怡装网化最近发表了一篇报道 攻击联带2758号决议 称决议没有解决台湾的所谓地位问题 质疑一个中国原则 鼓吹国际社会应允许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我们想请问一下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看了这篇报道 首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这一篇报告明确标注了 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赞助 报告通篇复制了民进党当局 台独言论的陈词烂调 讲一个中国原则 居然都不会提到开罗宣言和波次坦公告 那么我非常地质疑 美国有关学者的基本常识 关于联大2758号决议 我们已经多次系统阐述过有关的立场 联大2758号决议 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 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其前提是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有关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楚的 曲解2758号决议 攻击一个中国原则 不是无知呢 就是别有用心 美方有关的报告 压根就没有提民进党当局 民进党上台之后 不能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真正的原因 也不敢正视民进党当局 竭力谋独挑衅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这一现实 这反映出美国一些人嘴上喊着不支持台独 实际上却不断地干着默许 甚至纵容台独的勾当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 为自己谋独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但是呢除了回避历史现实 偷换概念欺骗舆论之外 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靠这种低级的手段 来歪曲国际法和攻击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出路 只会自取其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